他16岁认识勒布朗,18岁生下小詹黄,如今成为詹黄的老婆却很低调众所周知,勒布朗詹姆斯是如今联盟的第一人,他在今年夏天加盟了洛杉矶湖人队,下个赛季,他将率领湖人继续开拓自己的篮球伟业,勒布朗是一位成功的篮球巨星,在生活中,他也是一位人生赢家,妻子萨瓦纳布林森。 为他生了两个儿子,一个女儿,组成了幸福的五口之家,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勒布朗的妻子萨瓦纳布林森。 萨瓦纳布林森同样来自阿克伦,与勒布朗是老乡,两人在16岁就已经相识了,不过当时萨瓦纳布林森还并不知道勒布朗的篮球水平和名气,勒布朗对萨瓦纳布林森一见钟情, 他主动邀请萨瓦纳布林森去看自己的比赛,随后萨瓦纳布林森也被勒布朗迷住了,两人坠入爱河,从勒布朗高中开始,一直到成为NBA状元秀,再到成为联盟的超级巨星。 萨瓦纳布林森一直默默地陪伴在勒布朗身边,即使在很长时间内侍一女友的身份,在2003年,萨瓦纳布林森怀上了勒布朗詹姆斯的孩子。 这就是两人的大儿子小勒布朗詹姆斯,当时刚刚进入联盟的詹姆斯需要适应联盟,萨瓦纳布林森就默默地陪伴在他身边,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。 2007年,他们的小儿子布莱斯·麦克希·莫斯·斩姆斯出生了,这时萨瓦纳布林森还是勒布朗的女、朋友,两人还并没有结婚,但是萨瓦纳布林森相信自己的爱人,一定会给自己一个名分。 在2010年勒布朗向女友求婚成功,两人随后成功订婚,在2013年9月14日,为勒布朗生下两个儿子的萨瓦纳布林森,终于跟勒布朗走进了婚姻的殿堂,正式结为夫妻。 对于结婚这件事,萨瓦纳布林森从未催促过詹姆斯,他表示两人是灵魂精神伴侣,这件事要顺其自然。 对于妻子,勒布朗表示,无论自己身处何地,遭遇什么情况,妻子一直陪伴着自己,在背后支持自己,自己深深爱着他。 萨瓦纳布林森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嫌内住,随后又为勒布朗生下了一个女儿,如今儿女双全,战皇事业争争日上,萨瓦纳布林森可谓是鞠躬之位,他不像那些顾太太一样高调,平时生活低调内敛, 丈夫也是很专一,勒布朗詹姆斯从未有过什么非文发声,两人非常恩爱,必须承认,勒布朗詹姆斯在事业和家庭上,都是一位成功的男人,是绝对的人生赢家。 我在组合.org 来自国瓶户上,请你和我并起 Abbari